全球贸易战震撼之际,美欧日三家似乎要上演一出大和解,不少人预测,特朗普一图拉上日欧,组建一个全球最大的零关税贸易市场。 然而,国内媒体基本吃看摔态度,认为这三家各怀鬼胎,最终能不能达成协议还两说呢?诚然,正如我上一篇文章,贸易战突现辩护,美欧够合,要联手打中国,真相可能是这样中所写,美国真要拉拢日本,欧洲达成这个协议,还有很大的难度,但局势的确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,不能再把特朗普当作一个粗鲁无知。 目光短浅的商人看待了。对此,老蒋认为有必要和大家聊聊特朗普这个人,因为在我看来,特朗普完全是一个半猪吃老虎逼的战略高手,甚至可以说,他绝对是冷战结束以来,中国碰上的最难缠对手逼。 那么,特朗普上台以来都做了哪些事情?他所做的这些又能给美国带来多大的价值?这背后又体现出他怎样的战略智慧呢? 今天,老蒋就来和大家说一说,以特朗普取得的成就,逼特朗普的能力究竟有多强? 一网上有一个段子,说的是奥巴马没干成的事,都被特朗普给干成了。 前几天,特朗普已经和欧洲发表联合声明,致力于建立一个零关税、零币委,以及零补贴的双边自贸协定。 如果这个自贸协定最终谈判成功,那么,一个占世界GDP60,占全球贸易和51%的超级自贸区,将很有可能诞生。 第8月9号,美日两国还将在华盛顿进行磋商,探讨建立一个自由、公平、互惠的贸易关系。 在此之前,欧洲已经和日本签署了自贸协定,接下来,美国也将和加拿大、墨西哥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,并打算豁免印度的25%钢铁关税。 老蒋真没想到,特朗普一顿乱拳打过之后,竟还隐藏着如此深远的目的。 你想想,假如这些国家都B和B他谈成了,那不就B等于BTPP2.0B成型B了吗? B而且,这个版本的TPP和奥巴马时期的完全不一样。 奥巴马的TPP对美国来说,实际上是一个割肉为鹰的协议。 但就是这样一份协议,奥巴马直到八年后卸任,都没能完全落实。 而特朗普的TPP2.0,将会建立在有利于美国的规则框架之下。 它非但不会让美国掉血,还能从盟国身上吸血,让所有人想占美国便宜的人,都反过来向美国输送美国利益。 等于打造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,独立于WTO框架之外的贸易体系。 由此可见,将还是老的辣。 特朗普不可谓不老谋深算,奥巴马政治手腕跟他一笔就显得稚嫩了许多。 那么,特朗普究竟多做了哪些对美国有很大价值的事情呢? 以特朗普干成了哪些事,必对美国产生了多大价值? 逼比,依经济方面,逼经济上逼,特朗普的战略很明确,就是一切以美国优先,必为最终原则,恢复美国经济发展的活力。 为此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,01控制移民和边境安全。 逼特朗普上台后,迅速颁布的禁务令,收紧了对6个穆斯林国家公民的签证和难民政策。 此外,特朗普在去年1月份上任之初还签署了,加强边境安全及移民执法行政令,02减税,逼税改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。 他上任后立刻兑现了自己的诺言。 去年圣诞节前夕,美国国会,通过了共和党税改法案,这是国会自1986年以来,通过的规模最大的税改案。 该法案的实施,将美国企业税由35%减至2B0B百分号币,同时将个人所得税的标准扣除额增为近两倍,从西级仅化为三级,大幅度提高起征点。 减税后,美国的经商成本直接降低,导致全球资金都将向美国回流。 0B3B吸引外资,BB特朗普刚走马上任,就访问沙特阿拉伯,获得1100亿美元币的武器订单,访问中国签署订单2500亿美元币,印度仅预定美国第五代战机,就花费了300亿美元币。 同时,日本安倍晋三送货商们,要在美投资1500亿美元币,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,币,还要在基础设施领域,投资4500亿美元币,就连越南总理到美国访问,特朗普都要大谈和越南的贸易逆差,逼着越南签下了80亿美元订单。 除此之外,特朗普还在全世界拉投资,日本软银的孙正义,台湾鸿海集团的郭台铭,以及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,阿里巴巴总裁马云,都表示要到美国投资设厂,0B4BB增加就业岗位,B,B除了税改和吸引外资,特朗普还制定多项刺激就业的计划。 首先,在制造业回流这方面,特朗普延续了前任总统奥巴马的主张,号召一些美国企业相继将海外生产线迁回美国本土,在美国投资新建新厂。 福特、通用、苹果、英特尔等美国知名企业,都响应了特朗普政府号召。 其次,特朗普进行了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废除法规行动,他削减一些束缚小企业的联邦法规,特朗普还签署了买美国货,雇美国人行政令,推出了学徒制,提升美国劳工技能。 再次,他被除了奥巴马制定的捷径电力计划,因为该计划导致了大多数燃煤厂的关闭,同时,他批准了一个基石输油管线延长项目。 该项目曾在奥巴马时期,因环保问题,而被拒绝,这些可以为美国铁锈带的工人创造大量就业。 0B5B退群,毕特朗普上台后,美国退出了多个国,即协议和国际组织,其中包括,TPP,巴黎气候协议,伊核协议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,联合国人权理事会,为美国财政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。 那么,特朗普的这些措施,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? B加强边境安全及移民执法行政,令下达了仅仅几个月,南部边境非法入境人数在有些地区的建幅,甚至达到70%B,美国国土安全部去年12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,试图从美墨边境潜入美国而被捕的人数下降到46年来最低, B退出巴黎气候协议,让美国免于遭受3万亿美元币的损失,并保住了650万个工业部门岗位,一,其中310万个是制造业岗位,避免了造纸、水泥、钢铁、煤炭、天然气等行业,承受12%到86%的产能币降低。 同样,TPP也是类似的陷阱,在特朗普看来,这就是一种自残行为,它让美国自己挑头与中国作对,而且还让就业岗位不断流向国外,让外国产品不断打入美国市场,主要获利者却是日本、韩国、越南这些国家。 总之,B在它治下一年,美国新增了240万就业B岗位B,其中包括20万制造业就业,失业率B连续数月低于B4%,B降至45年B来的B新低B,B此外,美国GDP增长突破了4%超乎专家预期,B在这样的成绩下,特朗普收获了国会45%的支持率,以及党内88%支持率。 然而,特朗普的成绩还不仅限于对美国经济层面的贡献,在地缘战略方面,特朗普也有一番作为,逼第二地缘方面,逼01打台湾牌,南海牌,逼台湾作为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一环,特朗普还没正式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盘算了,一方面,逼打台湾牌给贸易战做辅助,以此向中国讹诈更多好处。 另一方面,B在印太战略之下,将台海和南海绑定在一起,让中国两线作战,除了和蔡英文通电话以外,特朗普一直在用各种实质性的手段鼓励态度。 这其中包括,加大军售力度,通过涉台法案,强化AIT的使管作用,以及公开的舆论支持,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在平衡政策,在台湾问题上相对保守。 他在离任之前,甚至说台湾只要有某种程度的自治就不会宣布独立,与此同时,他非但没能靠南海仲裁爱遏制中国,反而让中国加快了岛礁建设,甚至连菲律宾最后都反水了。 特朗普上台后与奥巴马完全不同,特朗普的印太战略,不仅积极打出台湾牌,还拉拢印度、澳大利亚,日本形成一个菱形包围圈,让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形成脸洞,给中国制造更多麻烦。 02半岛降温,B潮和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困扰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问题,在这个地方上,美国一直使不出力,招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要经过中国这个中间人。 为此,特朗普打破战后70年的美国惯例,首次实现美朝两国领导人的会晤,同时,特朗普也与金正恩,签署了历史性的文件,就四项内容达成协议, 包括朝鲜方面承诺完全无核化,找回战俘和失踪美军一体等等,这一举动让特朗普在美国的人气大增,通过缓和与朝鲜的关系,一方面,必让美国有了更多和日韩讨价还价的筹码,想让美国继续保护你,那就掏钱吧。 另一方面,逼朝核问题吸附了亚太美军的大量精力,摆凭这个问题,美国就能从东北亚抽出身来,将更大的精力放在南海、台海、03拉拢额印,逼除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, 特朗普也敏锐地意识到了,要想稳住美国的霸权,必须要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,理由有两方面,一方面B,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彻底摧毁美国的核大国,而美俄关系这几年已经跌到了谷底。 另一方面B,中俄互为对方的战略大后方,这些年中俄之间不断走近,大有结盟之势,这让特朗普忧心忡忡,因为美国不可能同时对抗两个大国,如果中俄联手,美国必败无疑,因此,在国家利益面前,特朗普已经顾不得通俄门的影响了。 与此同时,美国煞费苦心,提升印度的地位,把印度作为引太战略中的重中之重,平衡对中国的影响力,为此,美国不仅加大对印度的军售,而且已经在考虑免除印度25%的钢铁关税了,拉印度入伙的意图明显。 零四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,退出伊核协议,逼特朗普,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,他在中东做了两件事,一件是逼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,另一件就是逼退出伊核协议了。 美国国会1995年就要求把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,并承认这是以色列的首都,但美国历任总统一直未敢去兑现此承诺,特朗普再上任不到两年,就干了这件事。 与此同时,伊核六方辛辛苦苦,谈了十多年的伊核协议,被特朗普公然撕毁了,很显然,这两件事的目的就是,彭以色列,压制伊朗,他这么做的目的,一方面必是联合中东盟友针对伊朗,防止伊朗在中东地区称霸,损害美国的利益。 另一方面,必也是从侧翼对付中国,因为中东地区可以看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延伸,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,是中国买进中东石油的必经之路,打压伊朗既可以让中国的能源供应出现危机,也可以让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受挫,甚至还会引发中国西部地区不稳。 综上所述,特朗普上台短短不到两年,却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绩,相较于奥巴马任期八年,内德陆陆无雷,特朗普的表现简直是可圈可点。 那么,特朗普取得的这些成绩的背后,究竟体现出他怎样的手段和战略智慧呢? 二,必特朗普的手段和战略智慧,必一个年过古稀的政治素人,从共和党里不被看好的边缘人物,到问顶自由世界的心脏,白宫。 但在外界眼中,有很多人对特朗普第一印象并不那么好,更多的是持负面评价,主要的原因,就是这个大嘴总统,像对风车宣战的唐吉赫德一样,到处大大咧咧,横冲直撞,经常有一些出格的言行。 比如他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反悔,刚签订完联合声明,一扭脸就不认了,而且还脸不变色心不跳,还有,他开创了推特之国的先例,经常在社交媒体上,发表自己的见解,甚至和主流媒体互对,种种这些怪异的举动,与美国历任总统大相径庭。 给人一种望之不似人均的印象,完全颠覆了人们记忆中,对西方政治家或政客的传统认知,正所谓听其言。 观其行,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特朗普夸张的言词来判断,因为特朗普的很多言论,很多是故意放出的烟雾弹,就是要来误导别人,对他真实意图的判断。 因此,当我们抽丝剥剪,回顾他选举时的承诺,就会发现,特朗普的行为举动绝非任性胡雷,而是经过了巧妙的策划和精心的算计。 在他上台之前,主要做了以下几项政治承诺,01让制造业就业岗位带回美国02削减美国的贸易密差。 03改善于俄罗斯的关系04被除奥巴马的一系列政治遗产,05历听以色列纳玛,在他当选之后,针对自己的承诺,他又做了哪些事呢? 01推动企业减税法案,到各国签订贸易大单,请各国到美国投资设厂02发动全球贸易战03举行美俄会谈04被除奥巴马一改法案,退出PPP,退出巴黎协定,退出伊核协议,05 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制裁伊朗从这个角度来看,老铁们或许就会发现,特朗普的行为,看上去毫无章法,实际上是完全符合他自己设定的计划,可以说,他绝对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。 BB另外,除了言行一致这一项,特朗普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按常理出牌,BB参选总统时,他不惜背叛自己的阶级属性,从一个腰缠万贯的资本家,摇身以便成为工人阶级代言人,依次获取社会底层的信任,壮大自己的声势。 他没有像传统的政治家那样,办事左右逢源,说话滴水不漏,谁都不得罪,特朗普的风格很鲜明,就是要拉一派打一派,也正是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方式,才让他绝地反击,击败了希拉里这样的政治精英。 上任后,他不惜调转枪口,向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开炮,就拿削减逆差来说,特朗普根本,不懈用政治话术来伪装自己,就是以霸道总裁的作风,直接在谈判桌上向对手极限施压,迫使对方让步,丝毫不在意这会不会显得吃相难看。 同时,他也不惜和美国的敌人握手,在通俄门几乎动摇了年底中期选举的情况下,特朗普仍能冲破阻力与普京见面。 当美俄会谈遭到国内反对势力的反扑时,特朗普竟然没有退缩,反而提出要举行第二次会谈,甚至愿意亲赴莫斯科,要知道,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。 在西方国家中,当领导人不顾国会法队,强行与敌对国家领导人会面时,是有被弹劾风险的,然而,这一切的政治正确,特朗普视若无睹,完全不像有些政客那样,爱惜自己的羽毛。 二、BB预测和总结,BB那么,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,不按套路出台的总统,我们究竟该如何预测他的行为呢? 其实在老蒋看来,倒也并非无际可循,我们可以从他的长期政治主张,以及他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来分析。 一方面,逼特朗普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,在他眼中,全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,所以,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公平的国际体系。 在这个国际体系之下,美国会把所有的现实利益放在第一位。 另一方面,B,B特朗普还是美国传统行业和军火商的代言人,为此他任内一定会致力于夯使美国的硬实力,必然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继续加码,让美国的绝对优势继续扩大。 所以美国未来很可能更注重利威而不是利德,因此,特朗普对中国威胁很大,未来一定会让中国更加头痛。 面对这样一个对手,国人必须正视他,但是,我们也不必对特朗普过高估计,因为特朗普不会总是打顺风仗的,他的种种行为,已经动了别人的奶酪,无论在商界和政界,都有很强的反对势力质疑他的政策,因此,他要继续推行政策,未来还会遇到不少阻力,如果干不好,可能会被放弃。 中期选举是他的一大考验,本文为蒋校长独家撰稿,版权所有。 推草的活动,本文为蒋 Feuer,看一下 大一 돌 感谢观看